中国天津、上海、内蒙古最近相继出现确诊新冠病毒本土病例 上海浦东机场漏夜对各货运站和货运区域上万名工作人员检测 引起不少民众紧张,担心疫情再解 昨天晚上许多网民转发浦东机场状况 有大批人员临时被要求检测 现场人群拥挤呼叫不断,场面一度混乱 由于现场不受控制,浦东机场取消600多趟航班 中国上海浦东机场各货运站及货运区域 所有工作人员昨天深夜连夜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检测地点就在机场P4停车场 从网民发布的推特的影片可以看到 机场人潮拥挤,做完检测的人表示 差点发生踩踏事故,现场人挤人,还有人晕倒了 由于浦东机场等待检测的人潮过度聚集 机场之后又要求员工回到办公场所等待 由于筛检过程一度出现混乱 浦东机场进出港航班大面积取消 截至昨天晚上11点15分 已经有627趟航班取消 占整体约40% 其中进港航班占350班,出港航班占277班 浦东机场展开大规模筛检 主要是因为从11月9号到22号期间 已经出现5宗工作人员确诊病例 如果加上被感染的家属 已经有7宗和机场有关联的病例 中国过去一天新增11宗新冠确诊病例 其中9宗是境外输入病例 广东有4宗 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福建及陕西各有一宗 本土病例有2宗 来自上海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由于再次出现疫情 天津市在滨海新区加强防疫措施 并在特定住宅区进行消毒和大规模筛检